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瞪瞪的看着 许九又轻轻的放下 东华木踏前平复的下心情 再次掀开被子 还是两只狐狸 脖子上还挂着它给白棋白画编的木草环 两只小狐狸似的很像 它细看 这小狐狸又和普通的狐狸不一样 多条尾巴甩在一边 模样杀是可爱 像是勾着人的手指去摸一摸 东华立在踏前 脑海一片混乱 白棋 白画昨夜淘气 给成玉送酒时 偷喝了一些 粮食那样的酒精大 两个第一次喝有些醉酒 夜里冷 变化回了原生 许久后 东华悄悄地给他们盖上被子退出了房间 他们很像自己睡梦里 经常出现的一只火红的小狐狸 他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 看着两个孩子的房间发呆 突然间想起了出见小白石 连颂说的话 他说 他那样妹 像是狐妖 东华想 如果小白是狐妖 白王爷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说得通了 他们都是一族 这一路上压在心底的许多疑惑也就解开了 人妖殊途 小白背叛了妖族和他在一起 怕是受到了惩罚 上次在大漠里可能就是他们在追杀小白 念其此 东华一阵心疼 小白他为自己背叛族类 被地步之受了多少伤害 自己能护得住他吗 东华 你在干吗 他披着大厂向他走过来 走进了把他裹进衣服 不怕冷吗 一张俏丽妩媚的脸 笑意盈盈 深情地望着他 是要又如何 小白 他伸手圈上他的腰身 吻过去 深情又缠绵 两个人在外面说话 惊醒了白旗白话 两个对眼一看 扭身换回人形 白旗咧嘴道 我们又被耍了 白话帮他穿好衣服 走 跟东华打架去 双胞胎出了房门 看见东华凤九就在不远处的树下亲热 东华听见门响 回头一看 他们胸前果然还带着木草环 他盯着他们 两个孩子也对他怒目而逝 我们是怎么回来的 东华平静地道 我刚把你们抱回去的 不可能 我醒来的时候是糊 是糊涂了吗 白话叉腰看着他爹爹 嗯 你是睡糊涂了 此时 清脆的一声响 树枝被积雪压断 趴得落在东华的头上 散下一脸的雪 两个孩子咯咯地笑着 说谎话被砸了 东华走过去 抱起两个 盯着他们的脸 心道 小腰还很狡猾 亲了亲 今天还一起睡 此后几日 东华一直找小白喝酒 他想证实自己的几种判断 看小白到底是不是狐狸 可凤酒一向酒量好 喝多了也就说几句狐话 喊喊帝君 他仔细地检查了凤酒的身体 也没发现不同 今日 凤酒领着他们去逛集市 准备年货 半条街过去后 一回身 两个孩子不知跑哪里去玩了 凤酒并不急 这城里现在非常安全 他又买了些东西回府时 看见连颂带着一队骑兵 心冲冲地向城门跑 凤酒好奇 你们干嘛去 副将周堂勒住马 开心地道 城外发现两只漂亮的金狐狸 将军去猎狐狸 金色狐狸 凤酒愣正肩 东华已经把副将从马上拉了下来 杨鞭向城外跑去 糟了 莫不是 凤酒一惊 东华 向城外飞跑 城外积雪深厚 马匹跑得不快 但东华很快就越过了连颂 他在后面喊着 东华 要捉活的 东华又跑了几里 远远看见四优和尚 有不少僵士都在向前追 长河开阔 无知无挡 远远就看见两个金色毛茸茸的物体在移动 白起白话跟着东华凤酒逛街 玩了一会觉得没意思 离开后一路瞎逛 城里人都知道这是国师家的娃娃 走到哪个商铺都送些好吃的 两个一路溜达到了卖毛皮的商铺 听几个伙计闲聊说 黑熊又下山了 两个一听来了兴趣 问了地址溜出了城 次到了凡事 两个孩子还没有化回小狐狸撒欢过 走到无人区 化回原生一顿打闹 却不知城外也有寻城的暗哨 寻城的士兵冬季里也常看见动物下山寻找食物 却没见过这么可爱的狐狸 不忍猎杀 喊人来围捕 两个听到战马撕鸣时 发现有人追 想跑到有遮挡的地方再消失 这边 东华看了下位置 判断他们是要向左侧的林子里跑 接连越过前面的将士 向左侧一动 突然 狂奔的战马猛然停住 脚下打滑 想向后退 一股力量把东华甩了出去 东华空中翻转了身体 腾挪间脱离了岛下的战马 脚刚踏上雪地 清脆的一声响 冰面啪啪的裂开 东华不及躲开 人马都落进了冰河里 东华踏上的这块冰面 是被凿冰捕鱼的地方 后又结了浮冰 被积雪遮挡 他落水的瞬间刺骨的冰冷席变周身 身体渐渐盲目之时 林台却日来日清明 往事一幕幕闪过 东华眼中紫色的光滑流转 少请 帝君嘴角挂了一抹笑意 逆转四十 他没躲过天乏 其而 化而 帝君从水中一跃而起 向左侧看去 两只小狐狸不见了 回眸凤九也扑了过来 身后的素顿抱着白起白话 东华 快披上我的衣服 帝君借过球衣 看着他 瘦了 心疼的把他揽进怀里 反间过往在脑海闪过 他爱他 不管在哪里遇到 都会爱上 连颂看着东华身上还在滴水 又拖下自己的球衣给他们踢上 笑道 东华 难得见你狼狈啊 又吩咐副将周堂 快去通知府里煮姜汤 白起白话看着爹爹落进冰水里 心疼得很 上前搓着帝君的手 爹爹 孩儿给你暖暖 帝君眸色微动 逗他们 我要捉住那两只狐狸给你们玩 玩够了再烤烤 估计好吃 白话白起的小手抖了下 帝君脸色温和 捏捏他们的小脸 两个孩子一路跟着 护着他 他很开心 快回去 这么冷 不然一会你就僵了 东华轻轻拍了脸送一下 他觉得东华看他那一眼有些不同 哪里不同他又想不清楚 就是觉得自己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 他觉得湿冷 帝君随手把衣服丢给他 不比你发烧的机会 反手把凤九抱上马 往回走 众林 清廉得了消息动作快 江汤 泡浴的热水全都备好了 屋里火龙木柴阵望 凤九端了江汤给帝君喝 一边帮他脱下冰凉湿冷的衣服 帝君偷偷引去了自己胸上的佛林花 快进热水里去 帝君进了热水 却对凤九伸开手臂 还冷 你来抱抱 凤九感觉东华此刻撒娇的样子 就是帝君的行为 有些恍惚 也没多想 脱了衣服进去 心疼的给帝君往身上淋水 帝君把他抱在胸前 手轻轻的抚摸着他的脸颊 小白 你瘦了 跟我一起 帝君话还未说完 凤九捂着他的嘴 跟你在一起很开心 我多吃些就胖了 从前 凤九历劫时 帝君也下凡陪着 自然知道是何种心情 况且这次他历劫情况又复杂多变 想起一路走来的种种 他觉得小狐狸真的是成长了不少 帝君蹭着他的脸 把他抱在胸前了许久 小白 我不能没有你 我就是你的 永远在一起 帝君眼里闪过一丝坏笑 撅嘴道 夜里喊帝君的是哪个 凤九无法解释 红着脸 你不是夜夜喊小狐狸 那又是哪个 啊 我好像是梦到一只狐狸 变成美女纠缠我 又低头在他耳边道 热烈的纠缠 你 凤九心道 哪个狐狸还能如我这般纠缠你 不服气地道 看看谁厉害 说着话吧 一头是发一甩 摆出一个妖娆的姿势 妩媚地戳着帝君的胸 狼君 奴家也会热烈的 说着 圈住帝君的脖子吻了上去 他没看见帝君眼里熟悉的坏笑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